電動車和太陽能車都是講究環保的產品 近年來就連飛機也開始綠色革命囉 全球最大的太陽能飛機 陽光動力二號 展開史上第一次全太陽能動力的環球之旅 全程都是以太陽能驅動 它從阿聯酋的首都起飛 目前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航程 如果這項壯舉成功 將是飛機界的能源大革新 這架名叫陽光動力二號的全太陽能飛機 從阿聯酋的阿布達比起飛 向東飛往阿曼首都阿斯格特 這架飛機在瑞士製造 由兩名瑞士飛行員共同駕駛 我猜我們都在一種興奮 非常特別的 但興奮也有興奮 甚至幸福 按照計畫 陽光動力二號第一段的飛行距離 為400公里 花費12小時 雖然途中被11節的大風迫使停留了一段時間 他們還是安全降落在阿曼首都阿斯格特 完成了第一段航程 Andres 阿爾伯爾 聽說 太棒了 這次環球飛行總共長達3萬5千公里 途經印度 緬甸 中國和美國 飛行員鮑斯克 博格在降落後也表示 非常開心 很期待未來的冒險之旅 這次環球飛行總共長達3萬5千公里 途經印度 緬甸 中國和美國 預計耗時5個月 因為飛機由螺旋槳驅動 速度比較慢 最困難的航行將是跨越大西洋的五天五夜 連續飛行 在此容納一人的座艙 鮑斯克 博格將與陽光動力二號共同創辦人 皮克德輪流駕駛 兩人每次最多只能睡20分鐘 這架飛機的機翼長達72公尺 比747大型噴氣式客機還長 但重量超輕僅有2.3噸 機翼上有多達1萬7千個太陽能接收器 還有用於夜間飛行的高能锂離子電池 如果這項撞舉可成功完成 將寫下首例全太陽能驅動飛機環游世界的紀錄 同時為綠色能源做出宣傳